国内,一件双星中国在九泉成功发射两颗巴基斯坦卫星中国航星科技集团旗下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公司9日发布消息说, 当天11时56分,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及上面积以一件双星方式, 将巴基斯坦摇杆卫星一号和科学实验卫星PEX-EA发射升空,并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这世纪巴基斯坦通信卫星一转项目之后,中巴两国的右翼重大航天合作,也标志着中巴航天合作,又向前迈进一步, 将西绿色低碳发展论坛南昌举行,专家共化绿色低碳发展九月上午, 将西绿色低碳发展论坛在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 技术支持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专家和代表齐居一堂, 共化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 这次论坛了是内外专家来将西交流和分享绿色低碳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这将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浓厚氛围, 化解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推进江西省绿色低碳发展工作。 国际,在车上唱卡拉OK, 芬兰电动出租车,以歌声抵车费9日。 去外媒报道,要大展歌后未必要在KTV, 在出租车上也可以过足歌音。 7月6月至8月举行路易斯摇滚音乐节Ruiz Rock的芬兰城市土耳库, 就推出了让乘客通过唱卡拉OK来支付车费的特别服务。 卡拉OK出租车是芬兰当地一家再生能源公司Fortum所赞助的服务, 目的是希望提高人们对电动车的意识, 同时让他们在零排放后无背景噪音的环境中, 享受唱歌的乐趣,很有创意。 其季,官方确认失踪11亿人中有5人生活9日上午, 泰国官方通报有关轻浮游船最新的搜的进展情况。 根据最新进展情况, 此次游船轻浮事故, 目前已造成41名中国公民遇难。 此外,还有11人失踪, 其中,已确认, 有5人生还。 另外,还有11人需要再次确认是否幸存, 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回家。 社会,告别虎爸虎妈, 华裔教育方式有了新选择,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 一方面是曾经受益于虎妈式教育方式的优秀要义二代, 在反思传统教育, 一方面是脱离虎妈式教育方式的要义三代, 却可能面临不再优秀的尴尬, 站在教育方式的十字路口, 亚裔后代的教育问题仍有待深思, 而作为亚裔主要身体之一的华裔, 同样面临着教育方式的新选择, 不适于传统教育赋予的优势, 不拘泥于传统教育所定义的优秀, 东西方教育方式相交融, 可能更加符合东西方监制的华裔后代角色, 省港两地排车特质安格, 走私44块金针, 价值1000万元, 据深圳海关9月消息, 该官隶属深圳湾海关, 近日查获一起杠及司机, 利用两地排小客车, 藏匿走私44千克黄金出境的案, 出股安置于1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金银的贵重金属机器制品, 属于限制出境的物品, 所以, 不要触犯法律, 不要存侥性心理品而走险, 一旦触犯法律, 将受到严厉处罚, 财经, 6月我国外汇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国际收集基本自主平衡9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 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 截至2018年6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1亿美元, 将5月末上升15亿美元, 升幅为0.05%。 近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劲,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但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分化, 贸易摩擦震荡升级, 部分新兴经济体, 面临资本外流合货币贬值压力, 我国稳健的基本面, 有效稳定的是抢预期, 跨境资金流动形式保持基本稳定, 中投公司, 2017年境外投资净收益率, 达17.59正初九日, 中投公司发布报告显示, 2017年境外投资净收益率, 爱美元计算来17.59%, 创下历史新高。 截至2017年底, 境外投资累计年化净收益率, 为5.94%, 超出10年投资继效考和目标, 中央会经代表国家向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注资, 并推动完善公司治理,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市场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模式, 叫好发挥了国有金融机构注资改制平台, 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平台三大平台作用, 青岛, 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期末最大, 今天仍有小到中雨, 从九日下午开始, 青岛市开始顿顿须须须的降雨, 至昨夜金城雨量激增, 预计今天仍有小到中雨, 青岛市气象台7月10日零15分, 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国是沿海及旧海海域, 已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 只不小于200米的大雾, 预计今天凌晨到白天, 国是沿海,旧海海域, 以及内陆部分地区, 又能见度小于500米, 只不小于100米的大雾, 请注意防范, 交警通知, 宁恶劣天气, 沈海高速黄岛段, 江州段, 前湾港的二号书港高速, 五指七座一山客车, 即为化品车辆驶入高速, 青岩高速青岛段, 辽阳东路至机场口, 沈海高速平渡段, 来西段, 清新高速成阳北收费站, 即末段, 平渡段, 龙青高速正常开通, 丈夫进货妻子商店销售江州夫妻, 卖假烟被查, 日前, 江州市已对经营小卖物的夫妻, 为了多赚钱从微杀处购买假烟, 放在商店里, 以假乱真销售, 被鸡查人员涉藤摸瓜查获, 贩卖假烟数额在5万元以上, 就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情节严重者, 将受到有期或无期徒刑, 物要触犯法律,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